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尹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 Vivo X60 Pro Vivo 即去年的微雲台 與蔡司聯手打造了全新的影像系統 替手機締造了新的里程碑 那全新的微雲台 2.0 它搭載5軸防手震 光圈也升級到F1.48 在全場景的攝錄 都可以提升亮度與成功率 而且它還支援全場景的極夜拍攝 我這麼直接講好了 目前在安卓旗艦機裡面 如果要拼拍照 Vivo X60沒有在怕的 它的外觀細緻優雅 手感輕巧便稀 效能充電續航 表現都樣樣精彩 那接著 我們就一起來快速開箱 Let's go 好 接著我們快速來開箱 我手上的這一支 是台灣上市的X60 Pro 那它是國際版 那外盒也同樣採用方形的大禮盒包裝 它沒有在跟你賣弄環保 該給你的全部都會給你 那裡面包含Vivo X60 Pro PC半透明保護殼 3.5入耳式耳機 還有USB-C轉接線 還有USB-C充電線 以及33瓦快充充電器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Vivo X60 Pro 它幾乎延續了X50 Pro的外觀設計 我這邊是X50 Pro 那它採用前後3D曲面玻璃的設計 重量只有179g 厚度也只有7.59mm 那變得更輕更薄更好握 如果以手感來講 X60 Pro是近期讓我最想帶出門的手機 那它的背蓋採用AG斷面磨砂玻璃 摸起來有一種絲綢般的觸感之外 還非常細緻也不沾指紋 那它一共推出兩種顏色 一種是冰激光 一種是迷霧黑 迷霧黑在光線反射下會有一種漸層的藍色 那它是從黑到藍 然後淡淡的優雅有質感 那我手上的這一支是冰激光 它像激光一樣 有時候在光線的照射下 有時候藍有時候紅 有時候又變成淺綠色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種質感 看起來不會俗氣 柔柔的也不會有強烈的反光 我每次拍手機最討厭拍到鏡面的反射 那再來我們來看到它的三鏡頭模組 它的鏡頭跟X50 Pro幾乎一樣 都是採用這種階梯式的排列 不過它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差別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一次 它的三鏡頭變得更加緊湊 而且它把LED補光燈 移回到這塊方形的模組內 整體的質感更一致 那當然最顯眼的就是 右上角這塊小藍標卡爾塞斯 那機身上緣寫的是 Professional Photographic 那跟X60、X50 Pro是一樣的 那下方有喇叭有Sync槽 X60 Pro在造型上 在這邊做了一個凹槽 單手握持的時候 小拇指可以更容易扣住手機 那如果你把Sync拖板取出來的話 你會發現它採用雙卡設計 可是它不支援記憶卡過充 然後你可以發現 X60 Pro它還是有做防塵防水的膠條設計 X60的螢幕是6.5吋OLED螢幕 支援120Hz的螢幕刷新率 加240Hz的觸控採樣率 在陽光下觀看的螢幕亮度 清晰可見 支援HDR時 而且它也通過Netflix HDR認證 在追劇玩手遊的體驗也都很不錯 那它的前鏡頭改到正中間 採用2300萬畫素的前置鏡頭 那10拍照我們到後面再說 好接下來我們來到重頭戲 相機 這次Vivo跟德國光學大廠蔡斯 深度合作打造了三鏡頭模組 並且聯合成立了 Vivo蔡斯Image Lab聯合影像實驗室 它不只是在鏡頭上面刻有蔡斯的商標 那三顆鏡頭都同樣採用蔡斯的光學技術 具體來說就是可以穩定成像 減少色散 減少眩光 在成像上顏色會更飽和 而且它在人像模式中 還第一次將蔡斯的Biota鏡頭的效果 那種旋轉鏡頭的電影效果 把它附刻在手機上面 打造媲美單眼相機的景深效果 那待會我會實拍給你看 那X660 Pro的三顆後鏡頭模組 包含一顆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F1.48光圈 還有一顆人像鏡頭 它是1300萬畫素等效50mm 還有一顆1300萬畫素 120度超廣角加微距鏡頭 這三顆鏡頭 每一顆都是可以真正使用 沒有一顆是戰術鏡頭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樣張 相較於其他手機的差別 我覺得會比較體現在天空會變得更乾淨 通透那色彩也會變得比較飽和一點 無論是天空草地藍天 或者是食物的色彩都會變得比較豔麗 也就是比較抓眼 那對比其他手機的感覺啊 我覺得別的手機好像是隔著紗窗在看風景 那X60 Pro就有點像是把窗戶打開了 會有一種 哇原來手機拍照也可以這麼漂亮 X60 Pro拍出了一種相機圈 所謂的德國味 那在逆光環境下的炫光紙邊控制 而且它採用1.48大光圈 加上微雲台的技術 手持拍攝超級夜景的速度 一下子縮短到2秒 一下子就拍好 成像也會更加清晰 那這顆1300萬畫素的人像鏡頭 也非常強 它預設就是兩倍的望遠焦段 也就是50mm的等效人像鏡 X60 Pro拍出來的皮膚啊 妝感都比較立體 比較有質感一點 那同時我也用 泰斯的Biota濾鏡來拍拍看 那虛化的場景啊 可以改成這種旋轉般的夢幻電影場景 這不是好不好看的問題 是我拍得出來你拍不出來 因為我X60 Pro的主鏡頭 搭載IMX598感應器 那光圈也升級到F1.48 微雲台2.0的技術啊 簡單來說 它是利用XY軸穩定上下左右的震動 再加上Z軸穩定點頭抬頭 這種傾斜角的晃動 同時它會再追加EIS的演算法 那達成比OIS的防手震 多3倍的穩定 那有多穩呢 我們直接到戶外來實測一下 我們現在來到戶外啊 那為了要測試微雲台2.0的防手震效果 我們特地找了Model 然後來跟我們一起測試防手震的效果 那Model的名字叫做香琴 那我現在手邊的是X60 Pro 跟Sony的ZV-1 那待會我們就請Model跑一次 然後實際的測試看看 它到底抖不抖晃不晃 OK 那我們開始吧 一開始我先請Model自己手持著自拍棒 自己沿著河堤這樣跑一遍 左邊是X60 Pro 右邊是ZV-1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的抖動狀態有沒有很嚴重 那第二遍就輪到我手持著自拍棒 然後追著Model 然後我往後跑 那因為我往後跑 我看不到後面的路 所以我會跑得非常的不平穩 那這時候你就會感受到畫面的抖動狀態又更嚴重了 右邊是ZV-1 那這時候我是關閉防手震的狀態 那大家可以對比一下兩台有微雲台跟沒有微雲台的差別 那再來這個就是純粹的放浮力啦 第三次的測試啊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的看得到畫面的晃動 所以我選擇從側面來拍攝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X60 Pro的微雲台雖然穩到一個不行 可是畫面還是晃得非常的厲害 真的是太慌了 在這邊非常感謝這個Model啊 他來回陪我跑了好幾趟 今天的拍攝非常的開心 那X60 Pro除了錄影穩之外 他在錄影方面還多了一個微電影模式 那什麼意思呢 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打開這個錄影介面啊 然後選到錄影 那在右上角的選單這邊有一個微電影 然後點開來之後 你在這邊然後可以選很多的濾鏡 可以模擬電影膠片風格 這邊有各種的濾鏡可以讓你即時看到你 待會要拍到的效果 然後在錄影的地方 你可以選擇幀率 可以選擇30fps跟60fps 然後最高的解析度也可以選到4K 然後60fps 那待會我就用Model來示範一下 微電影是什麼樣的感覺 那同時X60 Pro搭載了三組麥克風 你在錄影的時候就可以進行聲音的變焦 還可以去除風罩增強人聲 那你在戶外要拍個Vlog就會很方便 如果你平常沒有拍Model的需求 那你平常也可以拿X60來做生活的紀錄 拍一些Vlog 現在看到的影片都是我這一陣子 拿著X60 Pro去拍攝的影片 那全程都是手持 它的表現 它的色彩 它的穩定度 都讓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特別是這個年代喔 人人都是YouTuber 拍影片的機會比拍照片還要多 那你手機永遠是你最方便的工具 一拿出來就可以馬上開拍 真的不誇張 我拿到現在 我手機裡面的影片數量 比照片還要多很多 那X60 Pro真的是太好拍了 很方便 多了微雲台技術啊 不只錄影可以更平順 瞬間抓拍動態也可以更俐落 像是爸媽拍小孩啊 拍貓、狗、跑跳啊 運動場景啊 這種你必須追著他移動的拍照場景 都可以增加成功率 像我這樣隨手拍 就可以馬上拍出更清晰的照片 然後再利用他的照片編輯軟體 稍微調一下就可以得到一張還不錯的照片 那X60 Pro它有一個模式叫做集夜模式 意思是說它可以在完全無光源的環境下 然後一樣拍出一個清晰明亮的照片 那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我現在進到這間完全暗的廁所 那你看看我可以拍到什麼 然後顯示集夜 然後它會倒數大概5秒鐘的時間 然後拍出來一張照片 光看螢幕翻拍畫面這樣不太準 我們直接把照片拿到電腦上面來看 那你會發現iPhone噪點真的是蠻多的 可是X60 Pro它的噪點都抹得平平的 那實際的亮度也相對提高 X60 Pro確實在集夜模式下 會拍的會比較好 而且它這一次還支援了全景夜景模式 那像我晚上經常去河邊跑步 以前我拿手機喔 只能隨手拍出一張普通的夜景 那現在我可以整個合體啊 夜景 通通都可以把它拍下來 那X60 Pro還有一個磁光慢門的功能 那這是一鍵就可以拍出車軌啊 流水瀑布啊 行人物化 星軌 光會 等這些效果 基本上就是無腦拍攝 你一鍵就可以拍出類似單眼的效果 那雖然跟真正的單眼拍攝還是有一點落差 可是乍乾之下已經蠻厲害的 那在效能方面啊 X60 Pro搭載了7nm的S870處理器 相較於S888來說啊 它的功耗效能就更合理 效能相當於前一代旗艦的S865 Plus的分數 那S870算是S865的強化版 那它搭載了12加3G的RAM 256G的ROM 那這一次它還多了記憶體整合 熟悉電腦的朋友啊 可以把它理解為Patch 5 也就是它將部分硬碟的空間轉成記憶體 讓你可以達到15G RAM的效果 就可以更多工開啟更多的APP 那我使用Undoo 2、PCMark、3DMark等測速軟體 跑出來的生機啊 大致上也跟S888差不多 那還超過S865 所以這一顆處理器啊 我覺得是相當夠用 測試遊戲啊 我跑了PUBG大概半小時 還不小心吃了機 最高溫度大概都在36、37上下 基本上不太會有發熱的問題 那蔡麟Pro為了輕薄 它電池採用4200mAh的電池 以手機來說不算大也不算小 我使用PCMark 實際跑了不斷電的測試 螢幕更新率設定在60Hz的話 是測得12小時 那加上剩餘的20% 應該可以到14.5小時 那如果螢幕設定到120Hz的話 測得的是10小時 使用原廠的33W充電器 從20%到100% 大約52分鐘可以充飽 速度也還不錯 好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Vivo X60 Pro 它是一支把技能完全點在 相機模組上面的手機 Vivo近幾年 用非常激進的速度在市場上充斥 第一個推出升降鏡頭 也是第一個推出螢幕指紋辨識 那也是第一個推出微雲台技術的品牌 而Vivo在拍照錄影上面 為了打到極致 所以這次跟蔡司深度的合作 兩者技術相輔相成之下 拍出來的成果真的是很棒 色彩非常的抓眼 那在功能上 還有一鍵就可以模擬電影鏡頭的 Biota濾鏡 還有一鍵拍車軌 拍光軌 拍星空 這些功能我都覺得非常好用 如果硬要找缺點的話 我覺得X60 Pro就是少了一顆 高倍率的望遠鏡頭 然後沒有無線充電 以及單喇叭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極致拍照體驗的話 選X60 Pro 你應該不會失望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X60 Pro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是雲霸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supers 結束 我們找到 詞 發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